现在大家看到的在我身旁 这个非常可爱的无人装备 就是兵器装备集团古巴索 带来的四组仿生机器人 我们近距离来看一下它 看前方这个 就是它的光学和雷达装置 那么这个就是它的眼睛了 在上方搭载的是它的一些载货 现在装载的是7.62毫米的机枪 那么它的机载平台 是可以根据任务需求来变换的 比如说可以搭载像雷达这样的装置 来完成侦察打击的任务 非常的厉害 仿生四组机器兵 承担的是我们士兵的伙伴 士兵的助理这项的角色 它具有高可靠的环境的适应性 和这种地面的适应性 特别是在这种瓦力 石堆 在楼梯这种环境下 它的通过性很强 在这个3D 在这个丘陵 它可以有运输 保障这项的核心功能 执行这种城市作战的特种作战 它还有这种处置应急 危险 微暴品的这种处置 处理核心功能 可以执行火力资源 火力协同 打击轻角等 可以根据作战的需求 切换它的任务载合和模块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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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